请收看惠律法师冯雪讲座 所以这个爱就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了 以我之之我,深深担着 顾名我爱,这个包括什么,包括彩色名十岁 这个我爱就包括五样啊,五样通通在里面 彩色名十岁啊,地义五条根啊 条条道路就通罗马,通地义的道路很宽啊 你只要执着一个你就去了啊 这我爱就很难,我问你啊 财是谁,谁不要啊 名,有的人一般把名字啊 我才不要名,你错了,这个名最难断 名就是面子啊 你不进行立法委,你不进行神医 你都会的,你做得到 你不当乡长,村长,你都做得到 人家拿着大便破到你的脸啊,你就完了 你爱你的面子 你啊,这个执着嘛 名啊,他侮辱你嘛,他侮辱你嘛 我爱这个执着一个我嘛 如果一个人破掉,我只能大便破你的话 那你就会告诉他 我的里面比外面更扣啊 那,所以以前啊 以前啊,以前啊,这个 这个金山佛佛啊,这个疯疯癫癫的啦 那人家要试他,说这个是怎么样 是圣人啊,还是凡夫啊 这些人说,他都不生气嘛 有一天啊,人家用一个什么样 用一个尿筒啊 以前啊,这个夜 晚上人家是拉尿的啦 那个筒子啊,诶,走过来了 诶,盖下去啦 哦,他走到大街上,哦,也很高兴啊 很高兴,哎呀,这个人真是疯子啊 然后他在金山佛佛就说,哎呀 啊,大的这个尿筒啊 盖小的尿筒啊,一样的,都是错的啦 一样的啦 哦,那种境界,我吓死人了 他不生气啊 他说,这个是大的尿筒 我这个,膀胱是小的尿筒啊 都一样的啦,都是错的嘛 大的尿筒,盖小的尿筒 他也不生气啊 只是别人对他一点也没有办法啊 所以我说啊 不是别人侮辱我们 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 啊,忍不过去 你不要说别人侮辱你嘛 你说我们修养还不够,如火存清嘛 这佛法的禁忌就是这么伟大 一个金山佛佛就活得这么伟大 如果你拿尿筒来盖着我 我会受不了啦 我会报警啊,我不会杀你 我会报警 警察伯伯他侮辱我啊 坐在地上哭啊 那没办法啦 我是不会跟你敌对啊 所以这个,我爱这个明 不是,最难破就是这种东西 很多人都是,不贪明 很多东西破,错了 最难 明就是自尊 我执 财啊,明 再来哟 这个就不是要不要的问题了 就射咯 你射咯 结过婚的人 就更清楚咯 结过婚的人 你能控制得举手 不必客气哦 行就棘手嘛 不行啊,对不对啊 大家都知道你知嘛 天知地知嘛 这就没有办法嘛 你是这个谁有办法啦 只有靠远离嘛 所以说出家好修行就是这样子啊 再来 财色明 食 哇,食的话 有的这个就是比较 比较难啊 吃大鱼大肉的吃哦 是吧 再来就是说 一天到晚就想享受啊 记说,记说清朝那个皇帝啊 一天就吃一百道菜啊 还有这个满汉前夕啊 你说这个清朝不灭亡 那才怪呢 慈离太后啊 那一天呢 吃了几百道菜啊 啊 啊 这财色明食 再睡 啊 睡的话 我看这个就比较容易啦 哦 睡就 我想 我想财色明食睡 就比这个睡 比较容易一点啊 床部啊 用普通的啦 一天呢 只要睡四五个钟头 也就够啦 我想这个睡 是比较容易的 诶,有的人是很厉害的 有的人这一招是无量解来修的定功 五点叫他起来 他六点又去睡 六点叫他起来 他七点又去睡 这没办法的 那坐着也睡 站着也睡 这种定功还不是普通人呢 这修无量万一解来的 这个就是入定波度三昧 啊 入定波度三昧 多好听啊 多好听啊 嗯 所以这个贪心 我爱 这个很难 我吃 我健 我慢啊 我爱 都很难啊 都很难 那这个就是烦恼 烦恼 希望啊 同学们好致为之啊